长者收股息,10月4日,星期五压,上周4.31分 立指、道指,最后收市都要跌 标普都要跌,但跌得不多 英伟达和META有得升,英伟达是122元 现在这个区间,过往几天的区间就是118-122,英伟达 在上上落落,是一个上落市 有没有股灾,就未有迹象 有没有大升的参数,就未见 所以美股现在在高位上落 大家记不记得昨天也是这样 这个参数昨天,低水一跌,单位数字 但中概股、金融指数就升三位数字 我觉得这样的现象出现,也是最近才有的 就是说,尽管是中概股炒得这么生气 但带指数、玩指数的朋友就跟它不一致 比如说,中概股,金融指数大升三位数字 这里出现一个高低水,小的数字 最终昨天,恒生指数是比金融指数 开市的时候,开市就跌了一点 然后一路跌,跌到上午就差不多跌了1000点 最后就是收复了多少,但也要跌330点 跌330点跌了1%,还在2213 但今天就很难估计了 今天,立斯特克金融指数跌了1010点 就是中概股大部分都跌的 但恒生指数又跌得很少 这就代表好还是不好呢 说清楚一点,昨天早上,金融指数升三位数字 恒生指数高低水那里就是低水 不记得了,好像高水几点 其实都算贝驰 这一轮也是贝驰 如果是金融指数那些股 是有份计指数的 还是跌的话 恒生指数高低水,应该一起低水下去 但它由今天低水那么少 就是看个别,不知道 可能有些反弹都不顶了 大家看到有什么消息呢? 汇丰,看着我的图片 汇丰说内部的出去出差 严格控制成本,都要 另外,OpenAI 有40亿美元巡运贷款 安排到 大家知道OpenAI 特别是这个ChatGBT 那个使用率 就是普通人的使用率 去那里去ChatGBT玩 就是现在那个探访的数字 一直在降低着 就是一般被人去玩那些 ChatGBT那些 就不是想象中那么受欢迎的 但尽管是这样的 新的电脑都将一些 AI的程式那些 就烧在电脑那里 就说是Copilot PC 现在已经卖了 不是说AI方面赚钱是有些问题 但是一般被群众用的那些 他们是想着将来要收些月费的 好像你给月费打手机那样 个个收些月费那样 这样的想法暂时都不是说普通 就是很行得通 但是企业的AI应该会比较多些 比如说能够帮到企业盈利那些 所谓成功智能 就会前景会好过 那些被群众用的那些 就是文字转、图形 现在都不是说很虚陷那些 那昨天就是很波动 波动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些 一些情况 有几类情况 有些估计这一轮升得少的 就变成了升得多些 就算是跌一千几百点的时候 也是升得多些 同一个板块 财险升1.6% 这些跑赢大市 为什么呢 无他 它落后的嘛 它过往7天来说 它升得少些 财险有得升 但是角兽就跌的 角兽跌1% 为什么呢 因为它之前升得很好 之前那天升得多些 就是有空位给它跌 另外平保呢 它跌多些 因为它最近又升得很好 跌了3% 不代表这股股的基本因素 在一夜之间有什么大的转变 只不过它之前的升幅 是主宰着它昨天的走势了 所以财险 在我标题那里出现的 都挺好的 买些落后 都是不错的 另外有邦曾经有得升过的 沿途有得升过的 这股股就是转了小 就是暗暗的那样升 那当然呢 就是为什么会有些股 就跌得多些的呢 就是因为之前多人买了 那有些人呢 就有部分的人呢 就是看到它的市场那样 就是卖出来 增双卖出来 那跌市之中呢 要看几样东西 有些不动 有些不动 有些跌多些这样 例如呢 升得很多那些呢 那些内房股呢 升了一倍多 跌回20% 那是很正常的字 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就是改变了那个行业的 基本因素 就是这么快的转变呢 就是纯粹在技术上 就是那些股去到哪个那里 去了那些 那些短期利益那些呢 那它见到 那市场那样 它就会卖出来的 就卖多些 卖出来呢 就会影响股价下跌的 那我就买了那些 303 54元就加了 它都跌了1%那样 那另外呢 就买了2万股 优品360 它又没什么跌的 但是应该不是很多人辞货 不是很多人拿着 不是很多人扔的出来 那一个 就是这样的波动的事 就是你看到一些股 有些是升得多些 有些就不动 有些是跌多些 那汇控呢 在伦敦那方面呢 就是明星股来的 升得很好 升了超过1%的 那去到这个华尔街那里呢 就是最后呢 折合港元 就70.15 就明显了 比昨天的参数呢 就是向高水那方面 多些了 那它就是 价价地都有6毫子的高水 昨天呢 它都曾经升过的 在下午一段时间之内 是略升那样 比其他的 本地银行股 都是好的 所以我猜今天这个汇控 都挺好 都挺好 700呢 昨天都曾经升过的 曾经试过跌二十几点 就是两点几钟 后来又会跌回来 但是跌得不多 跌0.8% 很多人拥有这些股 很多人 就是上午试过 有一天见过市场那么差 它曾经跌到四百五十几元 后来就上回去 那今天呢 它是外围参数都不太好 就是暂时这些金融指数股 这些不属于金融指数 它不是纳紫打指数股 它是ADR在美国 那它叫做科子板块股 那就是461 就是低水一点 这一类股 就是如果那些中概股 参数是合适的 它会跌的 但是呢 最近呢 如果中概股参数不好 恒生指数没那么差的话呢 就变成一种对指数利好的 就是如果金融指数很差 就是金融指数是升几百点 但是呢 恒生指数高低水 就显示一个低水或者平手 或者只是单位数字高的时候 那就对指数是利淡的 基于过往几次这样的组合 今天我看中概股是很低的 但是恒生指数高低水 又不见得太低 所以对指数来说是利好的 就是向利好的那方面 向利好的那方面 向利好的那方面 倾斜的 我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直学习的 因为这么多波幅的市场 就是很久都没有见到 就是都是边看边学的 就不要说很虚陷的 买一次过买很多股 其实那些 我经常关注的股 有些跌都不是跌很多的 都不是说出现了一些什么 很恐慌性的情况之下 有些股很抵 很笨盘的 给你买的 其实都不是的 你昨天有买股的朋友 你都知道 只不过是略略低于前日 有这么好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这么波动的时候 显出一些股的特性 那些油股 就反而是883 升得最好的 就是你说那个 基本因素是什么 不知道的 有可能是之前883 想买股那些卖了 现在就轮到它 就是大家的参数 都是原油价格升一元 是这样的 这只股就升得好 比那些石花和157 那两只 动都不动 386 跌了0.7% 157 跌了1.5% 这些有可能 仍然有些货 持在一些 很多货持在想买股的人 手上 有什么依辱呢 他们就先买 那在升市的时候 升一千点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交易的呢 有人卖出来才交易的嘛 你猜卖出来的那些是 获利 还是止蚀呢 香港的股票 试过两三年之前 还是两万多点以上的嘛 有些上一次高峰的时候 有可能在那时候 有很多人持货 一直等等等到现在 差不多到家乡了 差不多够了 有些人就说 把握机会卖了 所以那些买货的人 才有货去接的嘛 才有一个大的成交 第二当然 就是在之前未升的时候 在最低位的时候 是4月5月 那时候 也有些很聪明的人 或者基金 在那时候买货 到现在升到这么高 他认为够高了 于是就减货了 所以才做就了 一个很大的成交额 所以每一个升市 又加上成交高 就显示着 有同样那么多货 是在卖出来 那你才有得做的 那当然 另外有些就是 那个股空盘 就是慢慢评仓 但是昨天 那个股空盘 去回15% 股空比例 去回15-16% 那样 就是比前两天 13-14% 是多了的 但是不是多得很显著 也未去得到20% 加减3% 或者这样去回那些平日 好一大段日子 都是那个数字的 沽空比率 那我看石油 原油价格 跟一跟手机 原油价格 就是又升2元 73元 最近很少见到这些位置 所以我觉得油股 今天就算是跌 都不会跌得多 过其他的股 甚至乎有得升 那些落后那些 就是石油石化这些 又可能会今天 会有了多少升幅 那就是中资银行股 昨天虽然在一个 很大的波动 曾经跌过1000点 那样 他们的跌幅都不高 就是这个3.76 农业银行 中途也曾经升过 下午都升了一下 这样的 最终都要跌1.3% 几只股 中途也有些做得挺好的 例如工商银行在下午一段时间 曾经略升 它就跌了 只不过是跌了0.6% 这些是跑赢了恒指的 中途也能够有能力 就是有些买盘去买 3988都是跌 0.78 所以我觉得中资银行股 如果你再跌 就是我上次入货 1288是3.6X 3.6X 买货 如果跌低过3.6X 就是再跌下去 就变成了我的认知 和市场有些落差 那些位置就是中资银行股的认为 每个人都差不多了 其实 是挺好加货的时机 或者说得清楚一点 中资银行股昨天在一个很大的跌幅 过千点的时候 都只不过是略跌 显出它有一个需求 对这些股票 还有不是那么多人想扔货出来 意思就是这样 说了石油股 中移动前日不是升了4% 昨天跌回2% 由17元跌去75元 中途曾经低过那些 74.9也有 但是都是显示到有些银剩 在一个很大波动的时候 都不是很多人扔货出来的 那这些呢 如果你看到今天又出现一个反常 又是插一千几百点 那你就觉得跌得够陷的时候 你就可以买这些的 这些是昨天的表现显示出 它有些近性在这里 中移动可以高度关注一下 联通在7元跌回来 跌了1.7% 那些移动和联通都是可以投资的股 我前天买了的5.2买的 如果可以投资呢 还有几天才随正 现在这个位置呢 还有息收的 我买的时候当然有息收了 那曾经跌得很多的 就是它跟着恒生指数呢 就是向上 曾经跌过头的 那最后就跌了0.5% 那这些就叫做有银剩的股票了 那我就推测 那个情况就是这样 想买的都之前在长期跌市那里 买得77888899 那最近买的这些都不是说 那么急于放出来 意思就是这样 这样推测 所以它在一个大波动的时候 都很快跟着市况 下午好转了 它又慢慢升上去 就是有人关注它 有人买它 那只股的特性 就是长期下跌 最近上升 就是这些股 如果想投资的话 如果遇到一个市场 大跌 就像昨天那样 重复这个现象 就是如果有行 就是这样 就当是学了东西 去到跌低几百点 就是现在不奇怪 现在升到这么高 有人想买货的 升到几百点 向下收定几百点 它跟着跌 就是可以买货的对象 就是270 我想这里有网友都买了 不要说大举入市 千万不要 就是你一堆对象 买在这里 就是不够那么多资金 买了那么多只 不需要 就是你要选一只 就是你自己喜欢的 力量可以做到的 就是量力以为是做到的 那就可以了 投资什么时候都是 第一身外物 第一 第二 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是上班的工作 就是努力 投资就量力 那就永远都没错的 不是说哪一只关注 那你每天都买了 那你每天都买了 那不可能的 哪有这么多 我都是选择一点 我今年收这么多股息 我都是选择 这样买一点 买一点 看看存得多些哪一只 这样 303都是我一直存开的 我一向都有的 如果是投资 财险国售 评报那些都仍然可以投资 就是友邦那些 保险界 中资银行股就是 跌过我入货的时候那些位置 以这个农行来做 标准就是3.6 跌破3.6 就可以是一个加仓的机会 其他的公务股 浙江和湖涌最近连续 四五天都涨的 涨得挺好 这只股 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但是这些股 好像挺硬的 如果遇到跌次 如果它又回 这样你可以买一点 它升的信号给你 就是应该拿了货 都不是那么想 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卖出来的 5.25跌了2% 这些股 你就不用怕它跌的 就是你见到 跌到你认为 和你的认知有落差的时候 跌到好像 之前曾经试过1.9多元 1.9多元那时候 之前如果买了 就有一个很好的升幅 就是你如果遇到 一个很波动 很跌的 现在跌到你 你觉得 哇 搞错 是不是转世 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你就可以买这些股 就是港芯铁路 我现在说的 这股 它最近的走势略好 基本因素也不错 如果遇到的跌市 它又有反应 不过又反应 不是很剧烈 就是那类的股 我就是说的那类的股 包括了公路股 铁路股 我今天仍然会关注一下 177 昨天177 站得很硬 曾经留为葡萄的 如果再遇到跌市的话 就考虑一下这股 江苏灵湖 177 它基本因素挺好 生意额度比广东好一点 也比四川好一点 刚刚出的数字 江苏灵湖177 港芯铁路 仍然在7元楼上 这股都不错了 港芯 就是深高速 四川乘域107 六排之后跌的居多 现在319 319看看是什么情况 似乎走势现在 是去一个打横区发展 四川乘域曾经做得很好 去年我买了一半 当是无本身理 当是一个高折扬的收股息 318为之低 在低点那里 可以买一下 收益率8.24 可以加仓 如果有的可以加少少仓 没有的想买公路股 买这些都不错的 买177和107都不错的 它的载客量 不是载车量 就是收车钱那些 就是表现没有177那么好的 过往过半年 大家要注意这些 但是因为它跌 而且形成一个打横区 在打横区那里投资 就是有一个 比如在这个打横区 我知道我的蹲市 看到我的蹲市 在打横区那里投资 它向上就有一个升幅了 在这个打横区那里投资 除了之后它就跌了 就是打横区它是有一个机率向上 就是以基本因素和派息 同业的表现 来说买公路股 就是能够给到你一个 比较上没有那么高风险的 而又有息收的对象 不懂得说 就是很复杂 现在的东西都操持不了 大家都知道 买它上来 风险不是那么高 有息收 波动不是那么大 就是这些叫公路板块股 如果你没有货的话 没有货的话 想在这个大红楼之中 找食的 就要考虑那些3033的指数 距离南方恒生 就是昨天跌了3% 就是你看到那些 科子版块股跌 你买下这些好过买 好过甲银股来买 就是阿里 曾经跌6% 去到这个106 最后收到110 就是在下午来说 都收回得相当数目的 就是相当百分比的 它在美国的参数 就都没有什么指标作用 现在各有各炒 就是好像AH那样 就是你AH炒到大家相差很多 就是941那些 在国内100元一股 人民币 来到在香港 还是在70多元 那个阶段 现在各有各炒的了 但是呢 在美国呢 它是折合港资 109元 109.6 就是平手 就是跌幅 没有刚刚那个大波动的 家里人 就是这么波动的了 阿里 腾讯 腾讯其实昨天都算硬的了 就是有跌幅 不过最后收复大部分 腾讯 阿里 这些 就是你想选个股 就是要选一些大只的 不要选一些小的那些 想着波动的那些 小的 地车 为少你的那些 都会跌的 3690 昨天就有得升的 就是我女儿 昨天就卖美团的 就是之前她买腾讯 试过一次送美团 送了税股 这样 她就卖出去 她经验就是 便宜3元 便宜个市价3元 卖到了 那她套了演 但是这只股 好像有些消息 就是 又是减持 这样 白老板减持 就是叫做3690 并创始人慕容先生 暗持套演 3.44亿港元 就是她跟我女儿一样 我看到她画得挺好的 众人街 跌她 独升 在那时候就卖了 那就不好 就是虽然她近期 挺好的 就是美团 走勢 但是她是没有识牌的 还有她的 升幅是 靠众人 抬举她 那她才升的 就是 实际上 她跟这个 经济好像 不太匹配 你说经济不好 还要怎么去买 就是这样 不如自己煮吧 不如买 就买一些回了 比如好像 992那些 联想昨天回了一些 已经在11元上面 跌回来了 就是这些股 是长期有 3至4厘 给你收 还有52周 是一只升股 3年是不是升股 3年都是升股 就是以这个 科子板块股来说 就是 都挺难得的品种 就是她跟这个比亚迪 这样 你遇到一个 比较大的回调 1992都可以买 腾讯 你联想 比亚迪 这些 如果你想选择个股 但是都是 买指数好一点 如果你想加入 还有基于 你相信 这次升浪未完 如果你想不够仓 不够货 你不如买指数好一点 有很多的 南方A50 都是 如果觉得 放完价 买家会继续开户口 很虚陷地开户口 一去买股 中国散户投资 是占很大量的 如果散户虚陷 对A股 是有帮助的 你可以买一下 南方A50 很多类似的 有很多ETF 你可以买那些 就不用自己选择 高息股指数 举例 举一只例 不是推介 有很多的 你自己去选择 3110 最近跟着大市 都升了 升了很多的 我们这些息是有息派的 这些股是有息派的 叫做买指数不选择 是其中一个方法 现在这样 你问我是不是 升浪已经很迟了 我真的回答不了你 我以前都没经历过 这些参数 不懂得解读的 现在有几样东西 有些叫中概股 有些叫恒生指数高低水 跟着美国股票 现在美国股票的 对香港股票不成参数了 主要是看金融指数 中概股 恒生指数高低水 有时候这些组合都不懂得解读的 譬如今天这样 照你的指数会跌很多的 因为腾讯亚里那些中概股 在美国都是不好的 金融指数跌的 应该跌的 应该恒生指数是相应地跌低水 比较多一点 但它有低水很少 就是利探 但是指数就偏好 就是这样 根指数 不是你跌 想象中跌得那么多 303米 但是我加了仓 就是 我经常等它跌到49元 它经常都不跌的 消息又来着了 应该11月左右 有上半年的盈利了 我看因为这个美元 跌相对于欧罗 欧洲的销售如果转回来 美金这样的入价 是有好处的 而且又没有刑警 如果它赚得少一点 它会出刑警 根据以往惯例 试过出刑警 但是刑警完之后 我发现原来不是那么差的 又升得很好的 不是很久之前 是一年半之前 自己公司又没什么坏消息 跌下来又不是跌得多 我觉得它有些银性 7月夜4号的时候 就韦尔达尿今年公司前景乐观 它会预计 但是这个管理层 是相当老实的 你曾经过往都是 所以我就看上一次 就是全年多赚了11% 推测它今年不会太差 所以股息都有着落 通常它宣布股息之后 不是太差的 都有时间给你买的 所以我看到昨天 只有1%的跌幅 的时候就是54元就买了 曾经刨过头 曾经去过54.25元 但是怎样都好 我是存了这股股很多年 只不过是加仓 找不到其他好的对象 我买的都有了 我想买的 那些跌的我都有了 没有试收的 我又不想买 所以就买了这一只 这只现在都可以投资的 这只Paytech 这麽波动的情况之下 都去不了49元 你说它高的又不是 它又在上次高位之下 年度高位之下 又在年度低位之上 这些技术走势是中性的 又不是很多人关注 又不是很多人拿货 想沽出来 那类的 如果有货的 这些可以加仓的 就是韦尔达 对季节性就差不多了 港会就继续强 总之都是那些基本的想法 如果仍然有人 沽着美金 持着港元 那它持着港元 一定有功能 你说如果套息的话 只差一点 香港减息没有 美国减少 还有少少息差 套你套那麽少 就不太相信了 有可能就是 买了一些 美金转了人港元 就来买一些中资股 其中一个来源 就是应该那些 觉得受压迫的 受威胁的 海外华人资金 就是他们想着 咦中美关系不多好 难免打一次仗 打一次仗 打起来 你放在外面那些 那些钱 就可能被人拿了去 就是叫做 好像俄罗斯那样 拿了你的钱 所以有部份这些钱 就是走回来这裏 买香港股 中资股 就贪他 资金进出 自由 就在这裏投资 那也是其中一个合理的想法 你看一下那些硅谷银行 就是摊出来的 那些大户 多钱的那些户口 多数是华人 是不是 拿了你这么多钱 執拎 接管了你 每人分25万美金 保险来的 拿吧 就是这样 你想想一下 那些华人的资金 都是一个外资来的 都是一个外资 另外有些外资行的大客 有些投资客 他们不想收这一次中国股升幅 都是中国股 不值香港股的 中国股的升幅 就经过香港这个途径 就是买一下 那些是海外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 一直都没走的 暂时都没走的 你打开恒生指数 每一只股 你都见到贝莱德 见到这个领航先锋 就是BlackRock 和这个Vanguard 那些存在在 存在得不少的 就是海外投资机构的 头一两个席位 很多股 如果衰到 连那些股都减持走 班斯回照 要么就 美国那方面很差 要么就是政治理由 要它撤离 那我就不想见 这个BlackRock 和Vanguard 全世界的好股 这些股价也有他们的 不过现在 有点资料 就是汇丰的第一大股 还是平安 因为BlackRock 是在减货 BlackRock 和Vanguard 都是在减货 在Q3 今天我看 就算跌 不会跌到今天 就是昨天 那么大波幅 我之前所说的股 都是如果你遇到低 就是遇到 和你的认知 它的股价和你的认知 有一个落差的话 你觉得你不好的话 那你就可以买的 其中是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石油股 包括了941 包括了一些保险股 特别是财险 财险 平保那些 就是跌到 你觉得 已经来了谱了 那你就可以投资一下那些 那不要把钱一次过 大举入市 买了去 不要 就是什么时候都是不好的 两历二位 细细住 长期稳定的 是草股 最终会带给你 资产增值 还有一个好的现金流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祝大家一个愉快的周末